以前很多人都说易孟琳的本体是卷发 但人家现在在泰国的那组图 直发也同样美得过分 我福尔摩斯认真研究美女的变化 以前的妆容主打分为美女 现在呢更有本体美女的感觉 就算像我这种素颜丑 压根和孟琳姐专不上编道 其他一点点的所有妆后都有一定感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剑 因为梦记的路富很高 所以第一点我们的底妆上面 相比起脸白脖子黑带的分层年价感 色调统一更重要 色调统一的前提呢就是选好色号 我们的肤色其实不是简单的 按照粉底液那种冷一白黄一白 再买20分的冷暖红绿调 你们去试一下这个小程序 免费了 它把人的肤色分成了12个色号 测完真的找到我的本命色 偏绿的暖掉橄榄皮 选好色号 真的没有假面感 第二点呢就是眉眼荒谷的结构 现在会更清晰更立体 眼部欢呼它不只是一个眼窝 而是眉眼鼻这么一个综合体 所以先把我们的眉毛画起来 现在的眉毛会更随意一点 画出一个明显的眉峰 在眼尾前一点 这种刀锋说它笔触就会很自然 眉底线是比较平的 软眉高然浅一点 液体眉笔加几个毛流 然后就是这些大重点 眉眼三角 它是这种比较有弧度线的 我们一定要侧过脸去画 拿刷子下笔这样子画出它的弧度来 因为像很多面部留白大 扁平脸的人说 它们拍照都会有这么一个微微侧过头的角度 如果你是正脸的话 面中就会比较空 侧过头 这个鼻影弧度就可以帮你把整一个面中填起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侧脸增高整一个 鼻子高度立体感 再回到正脸去把它修得更漂亮 它鼻头是很小很翘的 所以我们鼻头鼻影要往下 弧点是比较靠下的 在鼻头画个靶就对了 再划过来 这样子我们整一个鼻头就会小小超超的 扇根位在两眼之间的下面 把它一直延伸上去 画载一点 用刚刚的鼻影刷晕染 可以用手指辅助一下 用雅光高光 鼻头横着打 鼻翼这里 横着拉一点点 用高光把鼻翼阴影修一下 特别是鼻翼上方这块 可以让鼻子显得更小 把英文也解决了 鼻被往里面推一点 就可以显得更精致 鼻子打好了 是不是很大对比 刚刚线桃那里没怎么晕 是因为我们现在要用这种烤奶色的腮红 拿一个点彩刷 用它去晕染 把整一个面中都带上这种 有点奶泰色的氛围感 再用一个大一点的点彩刷 把鼻子到颧骨这一大块 都扫上这种腮红 眼影也是 眼窝和卧蚕都扫上 之后在上面叠这种蜜桃色 杏色橘色的 贴在苹果肌这块 往眼尾的方向带一点 现在它会把眼睛拿得更长 把眉眼中心提高很多 倒空刷 用回这个眉粉色 眉眼珠正下方 下眼瞼平拉出去 尝过自己的双眼皮褶皱 再往前 划一个尖眼头出来 下眼线这里先往下拖 再按着下眼瞼的幅度 往上拉一点点 之后把三角形补好 之后几块前半段的卧蚕阴影 怕脱妆上眼线用黑色的胶笔 描一下 下眼瞼用卧蚕笔描 不要太重 它睫毛很长 所以带一个假睫毛吧 然后带一个黑色索边 比较明显的棕色眼珠珠 那种的棕色 我看到另一组图是有下睫毛的 我们也贴一个好了 比一下自己的下眼瞼 剪掉多余的 假的下睫毛 贴到这就差不多了 它的眼睛真的好好看 口红就是一个低饱和的裸杏色 这支的颜色我很喜欢 花枝小的杏仁奶酥 真的很漂亮 前方可以再上一点 红尖锅这里一定要涂上 看看这个对比 它能够让你伪装成 底子本来就很好 只是让自己画鸡笔 就变得很精致的那种感觉 第三点就是头发 卷发变直发还那么好看 秘籍就是颜色均匀 有顺光泽 就会更精致 黑发是最容易显得亮色 有光泽感的 还可以加一些 护把精油 让头发更亮 然后这样子披下来 会显得我们特别的菱形 所以呢我们要用纸板夹 再去把头发拉一遍 快速的带过 把所有头发都拉直一遍 也可以用纸发数 没那么伤法 把头发都夹过之后 这一边会有顺光泽很多 就是显得很有打理 这一边的话就只是 普通的纸发 做了很多造型的话 一定要把精灵耳贴贴上 这样子会想到一些 很便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